一个入门级的外国刺绣都获得100多万点赞 我们华夏的刺绣一针一线间 一丝一色礼完全不输给外国 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关注 外国时尚品牌在中国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 动辄上万的奢侈品也可以受庆 无论是美丑都能被照单全收 唯秘的中国风睡衣 D牌的丝绸 G牌的秋裤同样是刺绣 同一个价位 苏绣却没能深入民心 如果现在让你说出10个苏绣相关的生活用品 你能说出几个 说不出来吧 从前的家家养残户户刺绣盛况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复存在 刺绣已经不是女子的必备技能 家人不再要看女工 曾经有八千绣娘号称的镇胡 到如今35周岁以下的从业者却不满50个人 这个男生放弃了高薪工作 回乡做起了绣郎 被街坊嘲笑 可能那会儿大家在意识当中还是觉得 做刺绣没什么出息 白读这么多年书 还有人劝他放弃 在保守人眼里 男做女工越做越穷 手脸绣花针似乎从来都是女子的专利 尽管如此 他依旧选择坚持 先拒绝了英国顶尖学府 世界百强的利兹大学offer 无视别人的异样眼光 全身心投入到苏秀当中 如今 他的作品在界内搅动起了雾小的水花 还从获得江苏省一博奖金奖人民日报 连续两次在微博上转发他的相关视频 16年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完全颠覆了别人看他的眼光 他就是姑苏秀郎张学 哪怕在今天 很多的行业还是有性别标签的 四秀在以前被称为女工 但是我想把苏秀 作为我一生追求的事业 做飞鱼的过程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蛮辛苦 但是你感觉你的东西受人喜欢 包括很多时候作为一种礼品 能够作为国内甚至到国际上去一种纽带 一种文化的象征 被别的国家人喜欢 其实也是很开心的 这种满足感我觉得是 做手工艺坚持下去很强的一个动力